话说刚才说到,鹿鹿和周聪终于出门 打了车去火车站,准备乘坐1655次列车去简房 但在火车站的途中,鹿鹿始终心不在焰 周聪问他看什么,他都不知道自己看什么 他忽然觉得好像有双眼睛,就是藏在电脑里的双眼 又是在车站出现,只不过这次,他是藏在密密麻麻的人群当中 离远地盯着他和周聪的行踪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鹿鹿都觉得很奇怪 他又继续四周围地张望,望着望着 他忽然感觉到这种感觉的来源,原来是拐高处的监控摄像头 令他想起,曲天竹和胡小军那一对失踪之后 公安局一直查看这些监控陆长 可能他下意识都希望,可以在摄像头下面露露面 万一这次和周聪出去,真是回不了来的弊? 那也要留一些线索给人查才行 后来又一想,干脆打电话回家更好? 于是,他拔手机出来,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你也知道,鹿鹿和周聪住在京都 鹿鹿的家里,在京都二百多公里的小城 平时鹿鹿就很少回去,别说打电话 所以这次忽然打电话回家,他爸爸也比较意外 鹿鹿鹿,你和周聪出去玩一次? 鹿鹿鹿,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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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理会去做什么都好,一切都要注意安全,知道吗? 鹿鹿鹿,我们是去贵州啊 鹿鹿,去这么远? 鹿鹿鹿,去贵州选房啊 鹿鹿专分开来说,让他爸爸可以听得更清晰 鹿鹿鹿,去贵州选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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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鹿鹿鹿,去贵州选房啊 无端竟然打电话给你老爸 哎呀,你不知道,那个地方太偏远了 我觉得还是要谨慎点好的 偏远极都是中国,都有政府派出所,你怕什么?你怕什么? 本来陆陆还想打电话给郭天竹 但后来想想,见周冲这样说,都免得打 接着就上了车 按照车票的安排,周冲就在上铺,陆陆就在下铺 但上了车之后,周冲就一直坐在下铺,一直看着窗口 自从昨晚,在冥婚照上看到胡小军之后 他的心一直都是忐忌不安,门门不落 陆陆就问他 啊,我猜胡小军旁边的那个男人应该就是长城,是吧? 周冲没有回应他 陆陆继续又说 其实我感觉到,胡小军还活着,其实他还没死 那张照片很明显被人逼着摆拍 周冲还是不出声 跟着陆陆自言自语 啊,你说什么人 会逼他们摆这些姿势,穿这些衣服,穿这些照片 这次周冲就出声了 这件事情 太诡异了 我们去到那个多明镇之后 一定要处处提防,到处小心才行 过了一会儿 陆陆突然间就说 周冲啊 你觉得我像不像你的妹子 啊,什么意思 没有 我忽然间觉得我们两个关系 好像不是恋人 只是一个妹子跟着大哥去找他的女朋友多点 陆陆地说 陆陆地说 周冲被他这句话感动 他跟着若有所思地拧着头就说 不是 我觉得是像一个大哥带着个女朋友 找他的妹妹多点 天色 黑了又光 光了又黑 火车遥遥晃晃地在铁轨上边向前行 过了湖北 穿过湖南 最后进入了贵州的地界 自从早晨起床之后 周冲几乎一直坐在下坡那里 看着窗口外边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一分钟都没闭过眼 随着那个鬼避的小镇越来越近 似乎周冲越来越显得烦躁 到了旁晚的时分 两个人终于来到简房 上次 陆陆跟着曲添竹来到简房之后 陷入了迷惘 但这次就不同了 这次陆陆熟门熟路 知道下车之后去哪里 这个时候 风很大 在路边停着一纳等客的出租车 很多司机都缩在驾驶室里面 陆陆和周冲正想走过去的时候 有个二十岁多出头的司机主动走过来 他穿着一件纸杖式的飞机帅 留着胡桑 额头上边有块巴 他走到周冲和陆陆跟前就问 两位去傻子地方 我们去多明镇 好啊 我送你们 多少钱 八十元 你不用骗我 我知道来多明镇有多远 这位美女你给多少 五十元 五十元 走 跟着 两个人就上了一辆出租车 跟着开屋 在车上边 周冲突然问了陆陆一句 喂 你有没有带相机呀 带了啦 为什么这么问呀 既然来了 我们也拍一张合照呀 好啊 那周冲忽然之间 为什么无端端提起要去那里合照的事情 这个司机 好明显也是之前 带曲添竹和赵正 带胡小军和长城去多明镇的那位司机 究竟路上边有没有意外发生呢 陆陆和周冲这次去多明镇 又会不会重蹈他们的福切呢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回来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